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在我做销售的开始的时候 其实过程不容易 但是我还是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我跟我好朋友 很认真的跟叶达谈保险 因为他又很搞笑 然后又有一点我们讲的所谓飞 我还记得他约他一个在印度的 我们所谓马来西亚的妈妈当 然后跟他坐下来谈 我有朋友就坐下来跟我谈 然后那时候我可能年轻 那时候我讲销售的时候我讲到很大声 我一直跟我朋友讲 我讲到多钟后 他一直在那边笑我讲你笑什么 他讲很不习惯 你知道以前就是好朋友 他一直会觉得你讲什么 你讲就好了我买就好什么东西了 我讲不要你还认真听我讲 因为宝藏是很重要的我讲 就跟他讲一讲他一直在笑笑笑笑 讲到最后他反而就讲 哎呀给我想一架先 我要买的时候我找你 我就觉得有点 我讲了这样久 然后全部东西你还不跟我买那个东西 然后因为我讲太大声 你知道我们在印度的餐厅里面 就是我们在路边的档口 就觉得会坐得很近 突然间我们在隔壁看到一个人 拿着一个手机很特别 因为那个年代大概二十多年前 因为还没有我们讲数码手机的时候 他的手机是很美的 所以我们就靠袖 我就跟他拿过来看 拿过来看的时候 他觉得为什么拿我手机 他就走过来讲 怎样我手机看好了没有 我讲不好意思看好了 然后拿着他的手机之后 他就跟我讲 其实刚才你跟你朋友谈保险的时候 是我听到因为你讲得很大声 然后我想买 我可以坐下来听你讲 我看着他我真的带了 我真的讲好啊 然后你跟你朋友在喝茶聊天的话 当然不如我再约你 我就立马就明天就约他 在旧把市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约他在隔壁的一个茶餐厅吃饭 他真的跟我买两份保单 他真的跟我买一份储蓄保单 一份他应该有的保障 然后从完全不认识的 所以这个点也是给我看到 其实当你在做对的事情的话 你很理智气创的在讲给你身边的人听 反而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然后这一次 他之后也是变成我好朋友 从我结论的时候 我都不送东西给他 我觉得这个是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你如何把自己做好 这个是我学到的 所以这个是意外惊喜 只要你可能想到你努力的话 可能结果就不一样 谢谢大家